我们用很短的浴室 不是一样的浴室 是一样的浴室 然后水出的浴室 我们用一个袋子 有一个小袋子 但有些人用一个大袋子 所以我们收取那些水 那些水我们可以用 用来洗浴室 所以他们叫做黑水 开普顿水库的蓄水量 短短几天就下降了1.3% 不过民生用水 不只受到限制 连饭店也要求观光客 洗澡只能2分钟 政府估计按照目前减少的速度 4月中水库蓄小量 将达到13.5%的临界点 届时将会宣布全市停水 而在奈及利亚 则是罹患癌症的人口不断上升 当地政府不但没有加强防癌 解决医疗资源长期贫困的问题